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頻道,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10月11日,日本今日就進一步放寬入境限制 恢復自由行以及免簽證入境,並且取消每日5萬人的入境人數上限 香港快運表示,因應日本放寬旅遊限制,將會增加10月至12月的航班 額外提供超過8萬個機位,往返東京以及大阪等地方 而未來兩個星期恢復飛往沖繩以及名古屋的航班 預計去到明年3月底,航班可以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香港快運公司行政總裁吳傑文就表示,由於市民比之前更早計劃行程 加上公司有足夠人手決定增加航班 對於取消明年1月15日或之後來往香港至日本的部分航班 他就向受影響的旅客致歉,表示正在安排協助他們更改航班 尋找相近合適的班次或全數退款 香港快運恢復接載自由行旅客的副日航班 首班今早8點起飛前往福岡 有媒體訪問旅客表示,疫情以來未有外遊 日至日本放寬入境限制,就立即預訂機票 只是用了三千多元就買到來回機票 之後機票已經加了價 而另一位受訪旅客就表示,跟團並不吸引 對可以自由行感到興奮 但是來回機票要六千多元,比起疫情之前更貴 但是因為好想出遊,貴一點都願意去的 下則消息,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早就表示 零加三入境檢疫安排實施兩個禮拜 對社會產生正面效應 機場出入境人數上升,而城市活動也陸續回歸 但是對於是否放寬至零加零 他就認為必須搵打搵摘,要評估有關的數據之後 才能再作決定 另外,對於特區政府近日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 新的立法議程 當中刪除涉及基本法23條立法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表示 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會盡早立法 但是由於國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 加上地緣政治急速惡劣變化 很多危害國家的手段是過往難以想像的 因此23條立法需要有效,而且能處理極端情況 希望完善法例,要評估國際形勢,要全面審視 不希望推出了之後,而有漏洞再去修補 首先23條立法是我們憲制責任 《基本法》講得清楚,而《香港國安法》也說明 我們應該是盡早立法的,這是政府一向的立場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立這個法律是真真正有效的 你現在看到,在國家安全這一方面的風險 事實上是千變萬化 加上現在你看到地緣政治的急速惡劣變化 有很多手段是我們以前難以想像的 是用來作為一個武器去攻擊另一個國家 而去危害它的國家安全 在這方面,所以在23條立法裏 我們必須去立一個有效兼掌處理到極端情況 所以在法律研究方面,現在更要深入和全面 去審視一下現時國際形勢變化出現某些手段 又或者我們自己去評估有什麼新發展的手段 我們希望在23條裡面的立法是充分處理到 我們不希望有一條法律到頭來有一些漏洞 又要我們再去檢視這個法律 所以法律研究是要充分兼掌全面 再者,我留意到 有一些普通法國家最近也提議了一些新的 國家安全的一些法律建議 是很嚴厲的 包括他們提出針對某些相信是國家安全有風險的人 是可以禁止他們離開某個廁所是非常長的時間 兼職可以重複去禁止的 這些做法我們留意著這方面的法律提議 以及在當地裡面涉及人權方面如何平衡 我們更加需要審視都很清楚 令到我們可以全面用普通法的語文寫出一條 足以安全保護我們的國家在這方面所受的威脅和風險 好了,在下則的消息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今天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 不少人盼望入境0加3檢疫措施放寬至0加0 可以吸引外國企業以及投資者重回香港 他認為這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 他指出外國企業對香港的政治環境有誤解 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偏見 推動經濟發展必須消除外商對香港目前的政治情況的誤解 梁振英就指出 全球正面對8年未有的大變局 近期加速改變 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相信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的機遇大於挑戰 他認為未來要提取以及用好動能 要先解決3個不知到 包括香港人對國家發展的不知到 第二個是內地不少企業對香港所長的不知到 最後一個是外國不少企業和異見領袖對香港實際情況的不知到 尤其是對香港的政治情況 只是片面的理解 被誤到甚至乎是因為被外國傳媒以及政客所抹黑 梁振英就以聯合國剛剛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報告為例子 香港排名第四、新加坡以及英國分別排第十四和第十八 他就指香港自回歸以來 在社會以及經濟方面取得不少的發展成就 但香港不應該自滿 應該繼續調動各方面的動能向前發展 重視以及正視社會仍然存在以及新出現的不少問題 要以發展的眼光去動態看問題 他還指出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 說對國家採取的行動都讓到香港警惕 要重新思考如何起未來發展符合國家所需的 好了,影片的最後部分和大家看看外交部旅行記者會 由記者提到報告顯示 重霸經濟走廊建成的能源項目 至今已為巴基斯坦創造4萬6千個就業機會 對此發言人毛寧就表示注意到有關消息以及有關報告 表示重霸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先行先試項目 亦都是新時代重霸合作的標誌性工程 能源領域是走廊的投入最大、進展最快、成果最顯著的領域之一 不單止為巴基斯坦提供清潔、穩定、優質能源 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亦都為巴基斯坦創造大量就業 幫助巴基斯坦培養一批多種類能源項目 建設、運營以及管理人才 得到巴基斯坦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 發言人表示,縱放軟同巴方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深化互利共贏合作,將縱霸經濟走廊 打造成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示範性工程 更好地造福兩國乃至地區各國的人民 好了,今天的消息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看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贊同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